不出意外的话,这部手机将会是今年华为在欧洲市场所交出的唯一一份答卷了 也就是说今年华为在欧洲市场很有可能不会再推出P50系列了 取而代之,将会是NOVA9 前段时间我去意大利的米兰 在米兰的最知名的景点,也就是米兰大教堂旁边的那个最大的海报上贴的是OPPO的手机广告 但是在当我过了5天又回到米兰之后 发现那个广告已经换成了华为的NOVA9 足以说明华为对NOVA9在欧洲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还有一个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一个开箱视频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一部手机中读出华为在欧洲市场今年的一个新的战略 以及目前华为在欧洲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你会给它的外观打几分呢? 0到10分 后盖是一个磨砂质感的,不会沾染任何的指纹 这两部手机其实手感非常的类似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见面色有没有看力 但是这款手机在当年真的是掀起了很大的风暴了 因为各个手机厂商都在效仿这款颜色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包装盒里还有什么东西? 取卡针 透明的硅胶保护套 66W采用欧洲标准的一个充电头 以及华为的一个USB-A转USB-C的充电线 这就是包装的全部了 知道朋友们,你没有看错了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开箱这款手机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它依然搭载的是华为的EMUI系统 而不是华为在国内一直在推广的一个HarmonyOS 相对于有谷歌服务的华为手机 它的谷歌服务就被华为自己的一个花瓣搜索所取代了 总体界面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的野的 汽球军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手机 它的硬件的配置 手机的重量是175克 屏幕尺寸是6.57英寸 分辨率是1080x2340 支持120Hz的一个高刷新率 评价指纹解锁的处理器 是高通骁龙的778 4G的版本 4个摄像头 其中有3个可以用于拍摄照片 它的广角镜头是5000万像素 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 然后这部手机在欧洲的售价是499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3800元 但是这部手机在欧洲预购的时候 会赠送一个华为的FreeBuds Pro 然后FreeBuds Pro的价格大概也是 就是10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欧洲预购 这部款手机的话 差不多也就跟国内的价格持平 我相信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有很多 朋友在弹幕或者是在评论中都会说了 这就是一个幻壳的荣耀武士 的确是这样子的 在德国的很多关于这部手机的报道中 他们都会拿这款手机和荣耀的50来做一个对比 所以荣耀武林究竟是怎样的一部手机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到了德国柏林的亚利山大广场的 雜通电器店 让我们一起去店里看一看吧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华为的展台 这里依然在主推的是华为的P40 Pro系列 我们来看一下华为展台有什么东西 这是P40 Pro 它价格是699欧 这是P40 它的价格是489欧 以及华为的FreeBuds Pro和FreeBuds 4i 价格分别是112欧和49欧 以及P40 Lite 这边是一个低端的手机 Psmart 2021 去年我们有做一个视频的 这里是Nova的8i 这是去年的一款Nova的手机 然后这个就是华为最新的旗舰手机 是华为的Mate40 Pro系列 这也是含5G的 华为展台的旁边就是三星的展台 这个展台要比华为的更大一些 而且看起来也要更高端一点点 这边有三星的全部的产品 包括三星今年广告打了非常多的 这款折叠屏的手机 那我们继续去找一下荣耀的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在两边都是iPhone的各种配件 然后中间加着华为 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荣耀手机在哪里 这里还有一个华为的展台 发现华为的展台真的是分布在这个店里的各个角落 可以看出华为工作人员应该还是非常的努力的 那我发现了在这边就有一个荣耀的展台 可以看到吗 这里主打的是荣耀50 这就是荣耀50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手机的外观真的和华为 Nova9非常类似 而且在店里他们这两部手机也是放在一起的 看到了没 这是Nova9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两款手机 主机面也非常不一样 这里是有一个谷歌的搜索条的 在这边是一个华为的这个花瓣搜索的一个搜索条 荣耀的这款它的运存是6GB 而华为的这一款的运存是8GB 另外就是荣耀这款是搭载的刚上的778G的一个芯片 然后华为的这是一个778G 4G的版本 也就是说荣耀是支持5G的 而华为只支持4G的网络 不此之外呢 其他的参数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价格方面的话 这两款手机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刻意的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摆放 就是让如果对华为有需求的朋友可以 对华为有需求朋友可以顺便的看到荣耀的这款手机 而且荣耀的这款手机也可以看到也有些这种装饰的点缀 就可能还是相对的想要去主打荣耀的这款5G的手机吧 这款手机对欧洲人贵不贵呢 其实欧洲的博主觉得它是偏贵的 我只认为这款手机是在那种方式的4G的手机 价格都不到华为nova9的价格 比方说这款只要是479 这些甚至只要369欧或者是299欧 然后还有这边的也是 这款是259.99欧 然后这款也是400多和100多 也就是说上了500欧的手机 在德国这边来说的话 对于安卓手机还是稍稍偏高的一个定价 个人觉得华为推出这款手机 并不是真的想要去卖这款手机 华为是更希望用这款手机做一个跳板 让人们了解到我们的荣耀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还有谷歌的软件服务 因此我个人认为华为还是有姿态放软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深深刻刻的了解到 在欧洲这边的消费者 基本上是不能离开谷歌软件服务的 还有点就是华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手机 没有谷歌软件服务是无法和其他的高端手机 在欧洲这个市场来竞争的 因此近年华为也只在这边推出了一款中端的手机 所以目前汽油军的感觉也非常不会杂成 因为从刚刚开始是期待华为 即使没有谷歌服务 也能够在这边继续开展他们的手机业务 到后来的华为发布了自己没有谷歌服务的 P40然后Mate 40系列 居然的种种迹象都让人觉得华为好像还没有放弃欧洲的市场 然后也没有放弃手机的市场 依然在如火如荼地做着他们的手机业务 可是今年没有谷歌软件服务的一些后遗症也慢慢慢慢地开始显现 因此华为今年在欧洲市场也没有再推出他们的高端手机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一款Nova 9这样子一款手机 所以华为在欧洲市场已经投降了吗 如果就从今年的种种情况来看的话 华为可能确确实实在高端手机这方面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打了受伤的那种经验 就是可能你被打的当下还不觉得疼 但是你过了一会儿之后才开始慢慢慢慢地发现自己 原来受伤了是那么的疼 我觉得华为今年在欧洲的情况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类比 但是我的内心也是非常的清楚 开发芯片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更何况是建立一个手机的软件生态 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朋友们特别是那些支持华为手机的朋友们 能够多给华为一点点的耐心 多给华为一点点的时间 毕竟每个人受伤之后 先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疼 然后才会去包扎 然后你的伤口才会结块 才会慢慢慢慢地痊愈 在当你痊愈了过后 我相信你也会变得更加的强壮 变得更加的坚强 这也是我对华为未来的期盼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本视频点赞 也希望你能够给本视频投币或者是收藏 或者是关注我是个气候频道 这些都将会帮助到我们我是个气候频道 让我们频道的内容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让我们的声音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 非常的感谢各位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